无糖饮料能减肥,但代价可能是你的心脏和大脑。 最近,一项发表在生物医学与药物治疗上的研究给所有代糖爱好者敲响了警钟。 这不仅仅是一项调查,而是一项精准的受控实验。 科学家发现,长期摄入阿斯巴田的实验署,虽然体质率竟然下降了20%,但这绝不是好消息。 因为,在体重减轻的同时,它们的心脏出现了向心性肥大,泵血效率显著降低,大脑的能量代谢也陷入了混乱,记忆力和认知能力明显退化。 最让人意外的是,研究中的低剂量,实验中小鼠摄入的剂量,仅相当于人类每日安全上限的15%。 换句话说,哪怕你只是每天克制地喝上一罐无糖饮料,这种潜在的生理重塑也可能正在发生。 虽然目前,这还是在动物模型上的发现,但它揭示了一个残酷的机制。 阿斯巴田可能会欺骗身体的代谢系统,通过减少皮下脂肪,把脂肪赶向内脏和核心器官。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健康而选择无糖,可能要重新审视这个决定了。 减肥的捷径,有时可能是一条通往器官损伤的弯路。 想了解更多医学前沿的硬核真相?点个关注,我们下期接着聊。